嗨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天吃什么 最近做了两个特别好的厨房好物 第一个呢,就是我后面的这一台燃气灶 这个是我们的国产品牌老板 老板那我们国内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灶是美国这边是最普遍的一个牌子 然后它不知道今年怎么回事 它有一个火就很小很小 我们也就不想说下去修它了 因为其他的那个灶的火也不是很大 然后就更换了一台这个 用了两天了,我发现真的是 我觉得火大这件事情对于做饭来说 就是非常可以提升你做饭的效率 及其你这样做饭的一个幸福感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Cash&A的一个厨师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西北人嘛 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喜欢做面具的人 不管是像饺子啊,面片啊 或者说平常我会做一些面点 最近呢我也爱上了烘焙 已经给自己家里做了贝果啊 还有欧包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做自己吃这些东西你就会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安心 而且也算是生活里面的一点小乐趣吧 所以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今天吃什么 以及今天下午我准备再给自己做一下贝果 周二已经是中午的12点了 我们其实是一天只是两顿饭 第一顿饭就是再是一点多12点 第二顿饭都大概会是在六七点这样 今天中午想给我想做一个面包 然后鸡蛋 反正就是乱七百老 我一般中午吃的就是特别丰富 特别杂 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健康的 这个是我在Hoffice买的 其实做这种面包的教证需要你前一天去做 我虽然有点来不及 家里也是好没有面包了 就说赶快买一个 我一般会拿出三片 还有这种像蘑菇 大椒 酸奶 牛奶豆浆 就是我一般会把我今天想吃的想做的全部拿出来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遗漏还是什么 我一般做这个牛奶鸡蛋老灶打个引号的话 我会给里面兑两个豆浆 我个人是挺喜欢牛奶和豆浆这样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买的五糖豆浆 大概就是一包一半吧 那豆浆总来说比较浓稠一些 那种奶就稀一点 然后稍微混一下 这种都是属于提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我就可以先把它放在教堂上 鸡蛋的话 我今天准备做那种 就是特别稀的那种鸡蛋 点点 牛奶酥酱老灶面的鸡蛋 这个的话就是你差不多打一半就好 做一个酸奶碗 大概是两勺差不多吧 很给大家推荐这个 这个牌子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味道都超级好吃 就是我这一次去化学的时候通过毛总然后知道的 而且他会明确的给你写 就这一盒酸奶里面含有的蛋白质 然后他们家有咖啡味 我觉得也特别特别好吃 放点这个葱蜜 然后这些就是我自己喜欢吃的姜 这是五花果的酱 你看看这是14毫米的 我估计40毫米就没有问题 你别炒啊 不够饭 然后准备再炒一个蘑菇和绿辣椒一起炒 这种的话中午吃的我就会炒得最少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字 我觉得第一眼看过去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一个颜值的部分 整个是这种银色 因为我们家的洗碗机其实也是银色 我觉得银色在厨房就可以非常好的提升 你厨房的一个质感 第二是我觉得这种银色其实 别黑色要更容易清洁一些 我在上海用的也是老板的这个人气扫 然后每一次不管你上面弄了什么东西 你只要喷点那个清洁剂一擦就非常干净 而且看起来就是洁净如新 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自动断气 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全 最最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火力 特别特别大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超级大 昨天晚上我们炒那个豆干 是第一次在美国间把一个东西炒 烤箱里面大开呢 它里面的这些材质都是糖瓷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很容易清洁 送送的烤糖也是糖瓷 尤其是你在去烤鸡肉啊什么的时候 那个油就见到处都是嘛 然后你清洁起来就会特别特别容易 我第一次知道 这块是一个连接烫温针的一个地方 你把它拆在这块之后 它就可以自动去烫这个肉啊 或者说你的面包啊 里面的温度 会让你的温度保持在一个恒温 我们之前的这个开关是在上面 然后每一次清洁起来 就这个缝啊什么都特别不好清洁 但这次才把这个开关放在下面 我就觉得还挺好清洁的 好啦 做好了 喂 那个沐昕你帮我接着啥 一定要弄清楚 他到底想干嘛 都闪住 差不多时间了 开检测了 来 坐 好 面子 扇窖 小铃银 铃银 焖 铀银 银银 银银 第三第六 2enth 最有人关锋 稍微粉碎 怎么没卡住 这还没离开 竹子 这是显示 打开 We can see me, that's all Gas though 他妈说他不会没看见这个包 玻璃子的男人真帅 其实主要干活的男人都帅 或者我们炒一个绿菜吧 不炒菜的话都干嘛 好,我们炒个冬羊 冬羊或者这个男人都可以 好,会 你帮我热一下烤箱 我过会要发酵一下 你看他这个贝壳有单纯的下火 还有这个什么conventional 对流convection 我也帮你拍的就是对流的这种贝壳 有风扇这样均匀一点 还有rose,我们应该是贝壳 用这个,温度多少? 你先给我弄到200多,然后我先发酵呗 好,我用220 然后start 580 580 83.85 我这个现在是在给它整形 是不是现在整的还像不像样呢 嗯 都不用滚,直接这样做 十分钟 好 好 你还要再补 好 好 啊,我们松弛好了 顺势 嗯 这个叫迷你小贝果 哦 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两个也弄挺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卷成就是像一个那种 哦 就可以 不是,它才这样 嗯,好了 嗯 嗯,对,这种好吃 像我做的嘛 诶,说实话 我觉得我这些锅具餐具都还挺好看的 这两个锅 嗯 拜拜,新年快乐 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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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就总要笑去带个叔叔阿姨 讲讲讲鸡俩俩无狸 然后搞个轿子 看个虫 吃个饭 你以为我有吃的给你吗? No? 请教我素菜之神 我们的煮菜 看着不错 今天的汤汁收的比较的 哇 这有糊辣 没有 挺好的呀 碳烤味的 真的 我发现你们这做菜要求太高了 栗子好像是糊了 鸡肉还行 Soul sauce 来一点点 好 怎么感觉花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顿饭 就好比你为了赶来采访 下达 汽车的时候再一会排放出来的飞机 就反击造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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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櫃子 哇 你看一堵非常牡蜜的麦香 震量科技 一个一个小可爱 一个就是八十多块 你外面卖了以后要两百多块 小贝果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